医院外大排长龙原来都是在排队等着接种猴豆疫苗 世卫组织日前宣布将猴豆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世界 各国民众也开始强打疫苗 而经过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建议 由丹麦的巴伐利亚北欧生技公司开发的天花疫苗 将作为预防猴豆的疫苗 同时已经在25号获得欧盟执委会的授权 美国跟加拿大也可同步使用 猴豆疫情已经扩散到超过75个国家 赖比瑞亚官方23号也宣布 出现2018年以来国内的首起猴豆病例 而全球已经通报16000多人确诊 非洲地区已有5人染疫死亡 公卫学家表示目前还没有治疗猴豆的有效药物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预防感染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也显示 天花疫苗预防感染猴豆的有效性高达85% 不过缺疫苗的还有越南 虽然当地还没有出现任何病例 但周边的泰国中国跟柬埔寨都已经有确诊者 当局担心疫情透过边境入侵 而且越南也没有储备任何天花疫苗 因此请求WHO提供这些资源 协助他们防堵疫情 新新闻林梅杰周成为报导 西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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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